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利今天鑽窿鑽在公廈吃132元半自個餐 可以坐三個半小時 無限時 132元自助巴有沙律 火腿 還有餐當任飲 我最喜歡 加幾十元還有主菜 還有甜品和飲品 我覺得非常划算 當然要試試食物質素 我們鑽窿鑽 有去公廈找食物 出發 Let's go 哈利今天來到荔枝閣站 我們上去吃個半自助餐 好不好出發 我們今天在B1出口出的 地鐵站一出來就向前走 然後來到這個聖安蘭頂屋就走左手邊 大南西街這裏就向左走 轉了進來之後 第一個街口就是青山道 我們就轉右 轉了進來青山道 我們就向前走 走到這個卓惠中心 我們就過對面馬路 我們過馬路之後就來到這個宇州西街 我們就轉左 我們轉左之後就看到這座大廈 這座叫恆窗工廠大廈 我們今天就來這裡 恆窗工廠大廈 我們上十五樓C 我們現在進去 我們進了這座十五樓 記得有單箱做電梯 看著單做電梯才能進去 出了電梯之後 左手邊就是這間餐廳 我們今天就來這間餐廳吃這個半自助午餐 我們預約了位的 我們現在進去 現在職員帶我們進去 我們今天是第一台客人 我們今天就是星期六來 星期日這間餐廳是休息的 星期六它就由12點到3點半 都可以在這裡吃這個半自助餐 另外就是根本上這段時間就是無限時 平日來計算是11點半至3點 我們今天過來很開心 可以坐幾個小時 無限時任坐 如果人多過來都可以有VIP房 這裡看到它有一間大的VIP房 哇 裡面還有鋼琴 非常之正 它還有一勒窗 覺得光線很充足 這裡有兩圍可以放到 我們來看看餐廳坐下 這個時間是11點半至2點半就是Last Order 其實平日由11點半至3點半 都可以坐到3點半 星期六就由12點到3點半 基本上這個時間是無限時的 即是吃一個半自助餐 以我們來說 因為有幾個小時 三個半小時時間 好 看看它有試日餐廳 你只吃沙律包就132元 如果加多幾十元就有主菜 值得它的主菜有什麼 主菜方面有炭燒荷蘭白牛仔扒 配黑椒汁是190元 炭燒紐西蘭西蘭 配薄荷宇樂醬汁是180元 炭燒美國天然豬架 配芥末忌廉汁是178元 另外香煎爐魚配泰式酸汁是176元 再來雜滾松露油意大利飯是172元 香煎帶子香草意大利粉是172元 星洲海南雞尾杯油飯是178元 星洲海南雞尾杯油飯是160元 還有試日甜品和飲品的 即是茶和咖啡 餐牌基本上一個星期會轉一次 我們首先出來看看半自助餐有什麼食物 外面有一個自助酒吧 看見有很多沙律 這個就是秋葵馬蹄沙律 也挺特別的 這個是蓮藕沙律 另外這個是薯仔沙律 真的做得很精緻 我看到的 還有這個薯仔沙律 還有水果的 有生茄 還有這個沙律 還有一些菜 粟米 還有這個青瓜 這個自助餐都是任吃的 有沙律很開心 最開心的就是我任喝的沙律 今天是忌廉藍瓜湯 旁邊還有麵包 Herry幫我的片子 你看 它也挺衛生的 找些東西包著就不會弄髒 還有蒜蓉包 這些都是任吃的 很棒 Herry現在出來拿東西吃了 這個沙律包基本上都是任你吃的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好 拿了一些生果 這個是沙律 再來會拿一些 有火鍋吃其實很開心 很多貝治座生的 只有沙律叫作飛災 就不會有沙律給你的 好 再來這個是豬仔沙律 我覺得它很漂亮的做得 很喜歡它 我想我會吃很多 不捨得可以 對 不捨得可以拿去 很漂亮的 你也不捨得可以 對不對 Herry 他做得很漂亮 對 做得很漂亮 通常都是混一碟給你 真的不會做得很漂亮 像是整個蛋糕一樣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蛋黃 很黃 很鮮 這個就是蓮藕 有些沙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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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特別 有些 你是想不到 這個就是秋季 和馬底 兩樣我都喜歡吃 他做得很精緻 然後就是湯 湯還是任任 我們是最喜歡的 通常有些沙律 都是包一個產黨 這個 是任任的 好 OK 之後呢我們就放些蒜蓉包 對了 我們可以塗蘋果醬 好有趣 反正你塗完後就出來 塗完後就出來 塗完後就出來 很少有蒜蓉包飲食 通常都是普通生包 所以我終於到我拿東西吃了 首先我拿了一些秋孟 和馬底和秋孟 其實我都很喜歡吃的 我看到它們有番茄和蔥 我每天都試試試看 再來呢 田樓沙律我未吃過 還有一些芥末 我想都挺特別 還有田樓其實是很健康的食物 田仔沙律我本人都挺喜歡吃的 我看到這個這麼美 像個蛋糕一樣 我相信我今天一定會吃很多 我看多美 雜誌就做得到 先夾雞蛋 像沙律蛋糕一樣 再來當然是火腿 沙律班的火腿我非常喜歡 然後再夾一下火腿粒 哇 好棒啊 還有一些水果 火龍果 有火龍果 有這個 沙律瓜 還有菠蘿 我看到 哇 好棒啊 我覺得很漂亮啊 菠蘿 看到它的樣子好像很甜 好 之後呢 番茄仔也夾一些 又有這個沙閣 沙閣我平時很少吃的 都試一試 再來可以夾一些菜 其實都挺健康的 這個呢 1-5 都可以只吃沙律巴 星期六呢 就要按下煮菜 好 我再來了 它的沙律巴有剩外賣的 是 有外賣的 然後呢 我就再加個青花 青花的成果很有影響 好了 之後呢 我加一些醬啊 因為它有肥膏醬的 我要一個千島醬 醋呢 可以放在桌上 哇 好棒 吃這碟一會再放 我和Harry已經出去 每人夾了一碟沙律進來 哇 看到呢 很棒啊 我們現在先試吃 還有餐湯啊 現在試試餐湯啊 今天呢 就是忌廉蘭瓜湯 嗯 蘭瓜味呢 很容易蘭瓜 是 但它就不是說很多粉啊 是 那你覺得做得好不好 蠻好吃的 蠻好吃的 它呢 都蠻重蘭瓜味的 那個質感是剛剛好的 真的又不會太稠 很稀的 我覺得這個湯一口 我想我都會喝幾碗 這個 嗯 嘗一下它的沙律先啦 那麼 看到呢 它的沙律都蠻特別的 真的不是一般 它可以用一些食材 例如這個 這個 例如秋桂啊 還有這個 馬蜜啊 很爽 那味道也不錯的 嗯 很爽的 馬蜜 很棒 接著呢 來試試這個 當然是蛋沙律 薯仔蛋沙律 薯仔蛋沙律 因為沙律之中 薯仔蛋沙律我都蠻喜歡的 嗯 它味道很適中的 不會特別酸 特別沒有味 沙律醬味是有的 嗯 嗯 嗯 先吃個蛋黃 薯仔也夠軟的 再來呢 真的有些貴的食物 就是回到火裡了 我點了一些千刀醬 嗯 火裡質地不錯的 而且不會特別鹹的 還有一些粒粒 嗯 嗯 即是不會硬實 我一汁給你吃中的 不行 好吃 那再吃些菜 這個菜我加了些醋 嗯 這個醋加上菜很棒 很鮮 很鮮 通常呢 這些沙律醬 你自己放 但在這裡喝醋 我覺得挺好的 然後呢 之後呢 就是這個沙律醬 這個沙律醬 平時我不是很多吃的 但我覺得這個很鮮 很鮮 雪梨 很爽 清清甜甜的 沙律醬 雖然有很多款式 但它的款式呢 是令到你挺特別的 我還沒吃過 對 水果是正常的 可不可 嗯 好像一顆球 也有三款 當你切成粒粒 覺得很細心 不用自己剁 嗯 超級好吃 嗯 非常合格 這個沙律醬 可能剛好呢 全部都是我喜歡吃的 所以我覺得 不是很鮮 剛剛試了番茄仔和青瓜 都很清甜 回到晚餐廳 加這個沙律醬油 Terry這次不是很多 但是呢 我看到它都一樣有些 秋葵加這個 馬蹄 你試一下 都幾正 爽爽的 是嗎 它一定很薄 是 還有這個沙律醬 不會是很酸 我很害怕的 都很酸 秋葵的味道 是 挺爽脆的 是 看那個蓮藕 我還沒試過 你試一下 蓮藕是很有益的 還有呢 增強你的抵抗力 很健康的 蓮藕 挺特別的 是 都是爽脆的 有芥末味 是 很少的芥末味 對 它是拌了芥末味的 我聽他們說 它有些醬 裡面有很多芥末味 是 挺特別的 這樣吃多一點 很健康 先試一下蓮藕這個 我這個 是爽脆的 還有呢 真的有芥末味 挺濃的 很美味 以前在街邊 沒有人一串串的馬蹄 是 浸水 是 很多人說 找些沙角 是 是 是 一串串的 是 神經病 你覺得味道是怎樣 它是爽脆的 是 你覺得有點像雪梨 清甜 是嗎 那個質地 爽脆像雪梨 還有馬齊的質地 挺好吃的 不錯 豬仔沙律 這個是蛋糕的 真的很美 這個要加上蛋 加上蛋 對 怎麼樣 好吃 好吃 那些沙律醬 不是攪拌成沙律醬 剛剛 所有廚底都有一點沙律醬 是 好味 好 再來沙律醬 好 再來沙律醬 好 這些沙律醬 是 多欣賞它呢 它一粒這樣 但又不會硬實實 是嗎 它很軟的 是很軟的 是 也蠻好吃的 還有那個 死鹹的 是 是 好 再沙律醬 非常鹹 對 我都已經合格了 因為有火腿吃 挺好 有水果 你覺得這個沙律醬 怎樣 我反而最喜歡吃這個秋葵 秋葵馬大喜 對 其實八多元 吃過半自助餐 差不多沒有限時 我覺得真的非常划 有蒜蓉包 因為有餐湯 配蒜蓉包非常棒 我們配了蘋果醬 它本身一邊有喉油茶 另一邊我們就配了蘋果醬 Terry試蒜蓉包 看看醉不醉 聽到有脆聲 蒜蓉脆豬 蒜蓉脆豬 怎樣是脆豬 脆的豬就是炸的 這樣就很棒 那會不會外面脆 裡面就煙軟 還是怎樣 外面很脆 裡面還有一些 鹽膠會煙軟 這樣就很好吃 正不正 那蘋果醬呢 有沒有試到 試完蘋果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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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味道 酸甜 是 開胃的這個 是 聽到 好脆 牛肉味 很好吃 嗯 加上蘋果醬 酸甜甜 很好吃 嗯 這個邊就是脆的 這個效力 水中間 有麵包軟軟的質地 外邊就是脆的 但是很香牛 吃完第一碟沙律 吃完第一碟沙律 馬上再多碗湯 嘩 喝喝就開心 哈利已經出去拿了第二碟沙律 又有果對 這次多了 因為好吃 第一次出去每樣拿少許 看看哪一碟好吃 第二碟可以多一點 嘩 真 這次你拿了什麼 秋葵 秋葵那個很好吃 是 秋葵馬上 還有拿著水果 是 薯仔沙律 菜 菜 你這次拿沙律 你拿了什麼醬 香橙的醬 是 有些主要橙的人 是 都挺有趣 因為外面沒有 哈利就是拿了香橙檸檬醋 我跟哈利叫了兩個主菜 有一個是炭燒荷蘭白牛仔扒 配黑椒汁 190元 另外一個是炭燒美國天然豬架 配芥末紫忌廉汁 178元 兩份主菜到了 我看到它是跟了薯蓉 和脆肉瓜的東西 我的豬給你了 多大塊 另外我問了餐廳職員 一般是跟薯菜 如果你特別需要的 也需要飯 或者意粉 都可以跟他們說 這一個是178元 炭燒美國天然 專配芥末紫忌廉汁 另外這一個是炭燒荷蘭白牛仔扒 配黑椒汁 是190元 現在試一試牛肉 我喜歡它的醬汁 有些人喜歡多醬汁 有些人喜歡少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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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自己下 切開這個白牛仔肉 看見真是白白的 不像一般牛肉的顏色 挺有趣 切下去軟軟軟 可以切的 白種牛 是不是 不要亂吹 白種 黃種 神經病 其實挺特別的 這是荷蘭白牛仔扒 Terry 試一下這個白牛仔扒 可以蘸點黑椒汁 或者你這樣試過 有些薯蓉 試一下 這個荷蘭白牛仔扒 是 跟荷蘭神父有什麼關係 什麼 跟荷蘭神父有什麼關係 關神父什麼事 荷蘭神父 這樣不答白 那些觀眾知道 就告訴我 我就不明白他說什麼 是 其實好吃 是 它真是像牛 真是牛 是 質地還很軟軟 是 軟一點薯蓉 我們一定要軟一點 黑椒 就試一下 黑椒汁很香 黑椒胡椒味 這個牛仔 整天吃下去 跟平時的味道 沒有什麼分別的 質地 都很軟軟的 有油味的 所以 其實 這個白牛仔扒 雖然我第一次吃 但是我覺得都 OK的 其實這個白牛仔扒 挺有趣的 初初來到的時候 我問他 這個是牛還是豬 這麼像豬 他說是牛 所以 你看到顏色 你覺得好像豬 但其實它是白牛仔扒 來的 先試一下 都蠻滑的 不過給多一點油 好像 蜘蛛可以吃很多 試一下這個豬 看到肉很漂亮 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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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個豬 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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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嘗嘗這個豬架 很厚 就會拿芥末 忌廉汁 先試吃 豬 和肉 比較鬆軟 我覺得這個 很好吃 那醬呢 有點芥末味 但味道很軟 我先嘗嘗這個豬 有質感,一咬下去又不是完全溶化 它有質感,配了這個杞麵汁 它爽爽的感覺,豬也蠻好吃 它有豬味,但有爽爽的質感,蠻有趣 雖然很嫩滑或軟軟 但我覺得爽爽的感覺,我也蠻喜歡 而且燒得蠻香 把天然豬切成一塊塊,很有趣 一個方形,但如果你喜歡吃軟軟質感的豬 這個就未必適合 剛剛試了這個主菜的醬油瓜 其實煮得不錯,加了胡椒 味道方面非常適合 而且質感煮得剛剛好 不會軟軟,不會硬實實 所以我覺得這個醬油瓜煮得不錯 這個醬油瓜煮得很好吃 因為它很有水分 而且不是軟軟的,所以很好吃 因為它是焗的,所以水分留在這裡 質感剛剛好,很硬實實 很汁 而且它加了一點黑椒胡椒去煮 我覺得很好吃,非常棒 吃完煮菜之後,我拿第三碟沙律 然後再煮多湯和蒜蓉包 這個半自助餐在包一杯飲品 我點了凍檸茶,HERRY點了凍咖啡 看見它的尺寸也不算小 比正常大杯飲品 之後再來甜品 這個今天是Tiramisu 它說甜品每天都不同 我看見好像都很冰凍 好像很棒 我喜歡吃甜品很 card 甜品很棒 甜品很相似 甜品很濃 所以甜品很十分 對甜品很大 甜品很相似 我覺得這個今日也蠻合適的 Terry最喜歡吃咖啡 她的飲品其實也算大倍 比起外面的餐廳 因為它闊深一點 檸檬茶,精英良的 有檸檬味,糖是自己放的 我喜歡的,因為我通常都要少甜 我覺得飲品和甜品都不錯 Terry嘗嘗咖啡 味道糖還不錯 證明糖和奶都完全分開 試試味道 我喜歡它很冰凍 它裡面的質感很濃 這個有點像蛋糕 還有它的味道很不太甜 我覺得蠻好 有酒味也有咖啡味 它裡面的蛋糕是有少許酒味 我覺得蠻好吃的 蠻好吃的 我們現在吃完結束了 我們吃了兩個半次座午餐 兩個主菜,一個牛,一個豬 加起來,兩個加一 只吃了404.8 原來平日一至五是沒有加一 星期六才有加一 我覺得這間餐廳 他們的食物 沙律的材料是挺好的 是 每樣都很爽脆 很新鮮 是 如果喜歡吃沙律的 其實真的要過來試一試 我們現在這間餐吃完了 我就覺得 其實沙律的材料 因為它也挺創意 例如有些秋葵 馬蹄 還有一些叫做 蓮藕 蛋沙律是不捨得吃的 因為它真的做了整個蛋糕 我覺得它的沙律很有食物 而且做得真的挺漂亮 不是很骯髒 很乾淨 還有就是餐廳 令到我真的非常開心 我覺得這個半自助餐 其實時間性方面就贏了 三個半小時就差不多吃了 沙律菜我覺得有新穎 而且它很乾淨幾厘 食物質素不錯 很新鮮 我覺得非常賺 餐廳又是我最賺的一部分 主菜方面 我覺得是中一中舉 正正常上 牛和豬都不錯 當然你不會說去酒店 很滑 但我覺得有一個八牛仔肉 都蠻特別的 因為我真的沒吃到這種 通常都吃過牛巴 什麼安格斯 牛柳 那類東西 八牛仔肉 我第一次試都覺得很新鮮 很新鮮 豬方面都蠻夠厚 如果有八多元素 有主菜 有這個沙律巴 又不理會 坐幾小時 我覺得已經贏了 超級便宜的 這間沙律巴 還有環境方面 舒適 沿逢的態度都不錯 你一叫它馬上過來 甜品方面 超讚的 因為味道真的不錯 又夠冷 所以我都推薦 這間餐廳 你先去吃吧 其實我覺得它的沙律 真的超級好吃 是 而且真的很棒 有飲品有甜品 那你今天最讚的是什麼 我真的喜歡沙律 喜歡沙律吧 秋裙的沙律 真的很好吃 是 這間餐廳 好了 下一段影片見 拜拜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